如果你只是要 握手成歸 暴殘首缺 那坦白講 你的位置 那就副稅署長來做就好啊 甚至 那101董事長來做也可以啊 101董事長至少他 夠年輕有衝勁不是這樣嗎 稅制跟你提那麼多次啦 我們有很多不合宜的稅制 你馬上回答說 欸委員 這要先找到替代財源 我請問 夫人稅替代財源在哪裡 你找到了沒有 不然我是告訴你 我還沒有你長好的份啊 部長你上任到現在齁 有認真的一面啊 不過我四個字定義你啦 視從而交 過去 前一任內閣 大概都拍拍畢業照都走啦 你是少數難得的那一兩位留下來 但是啊就因為你被留下來 你覺得欸你可能表現很好 特殊才能 那這個獲得肯定 所以才被留任 所以才被留任 但是我說你視從而交是什麼 視從而交衍生而來的就是 握手成歸 暴殘首缺 就這麼簡單 我拿稅制來講就好 稅制 跟你提那麼多次啦 說我們有很多不合一的稅 是像娛樂稅 印花稅 汽車關稅 汽車貨物稅 保健品關稅 這些都是現在最為社會所詬病的 我相信你也很清楚啊 跟你談了一個會集啦 要求說你針對這五大 不合時宜 應該調整的稅制 去做一些調整 你馬上回答說 欸委員 這要先找到替代財源 那我現在請問你啊 六年前 富人稅 富人稅最高級距的所得稅 45%富人稅 你一點不曉得怎麼搞的 可能風大了一點 就取消啦 我請問 富人稅替代財源在哪裡 你找到的沒有 根本沒有 那你不是取消嗎 那你不是取消嗎 我是告訴你 我還沒有你長好的份啦 我觀察你很久啦 你就是那個態度 我跟你講齁 我跟你講 如果 你只是要守住 這些稅收我一毛都不少 你要沒守成規 這些國產你通通不要動 那坦白講 你的位置 那就付帥署長來做就好啊 那就國庫署長來做就好啊 甚至 那101董事長 那101董事長來做也可以啊 101董事長至少他夠年輕有衝勁 不是這樣嗎 他願意嘗試嘛 願意 把立法院的聲音 聽進去 好好研究 不是嗎 啊你聽了一整個會期 我看你有聽了嗎 沒聽了就對了 所以我不懂啦 我不懂你這是 這是什麼樣的心態 對你而言我上個會期 我說我要送你一個十字架 這個十字架 橫批就是國產直批就是稅收 你的那個態度跟你現在表情一樣 誰都想藏著我的十字架 你就是 你就是這個態度 但是 我們現在社會需要的 是很多創新跟改革 比方說稅制 你知道嗎 那個 我們機車有1400萬輛 每年 增加二十萬輛 你把機車 貨物稅 平均下去啊 每輛機車我們抽兩萬五到三萬的稅金 而機車 是現在年輕朋友們 是上班族送貨族 他們最需要的交通工具 而且是他們的身材工具 結果 機車這麼高的 現在買部機車隨隨便便七八萬 就是因為三萬塊的稅金 這該降 你不降 好啦 你說喔 找到替代財源 我今天就請問你啊 我剛剛講的這些 包括印花稅 包括娛樂稅 好歹 你也找學者專家來研究一下嗎 不是這樣嗎 你也擬出一些 要不然我們怎麼對策 要不然我們逐年來降 你通通都不 我跟你講喔 我今年的稅金三兆一千你說嘛 你自己說要收三兆一千五百億 五百億不講啦 我們怎麼這樣別說啦 三兆一千億就好 機車貨物稅五十億 這個對比起來像什麼呢 對比起來像你身上貸了三千一百塊錢 那五塊錢銅板 不是嗎 五十億就像五塊錢銅板 你身上貸了三千一百塊 你掉了五塊錢銅板 你還懶得錢耶 你怕沾到水溝水 不是這樣嗎 弄髒的時候 所以你根本就是 沒有那個心 要在稅制上面去做調整